港大早前移除 居立在校園的國殤之柱 剛剛卸任港大校委會主席的李國昌形容 這是一場騙局 未來仍要查清楚雕像誰屬的法律問題 那個丹麥人初做這條柱 是想紀念1995年 在美國奧克拉奧馬炸彈 炸了FBI的建築 他就做了這條柱出來 但是美國就不要它 來到香港就找到支聯會 就說我改了他這條柱 紀念六四 但是那些人那些像 全部不是中國人的像 全部是西人的像 那怎麽是紀念六四 支聯會已經公開了是屬於他的 現在又沒有了支聯會了 那實在是誰的呢 誰人呢 你不可以因為我是創作人 我買了些東西出去 我送了些東西出去 跟著就說這個還是我的 你明白嗎 那這些要法律的問題 一定要解決 解決了我們知道 誰是這條柱是屬於誰的 那個人就可以拿走它